大家好 我是白家綺 演戲是我的重心 品嘗美食是我的最愛 非常慶幸我身在台灣 台灣的美食豐富多元 可以吃到各國的料理 保證讓你耳目一新大開眼界 想要在台灣吃到正宗的日本料理 一點都不難 我們今天來到美孚飯店的 秦山日本料理是無菜單料理 最棒的是 你每一次來都像拆禮物一樣 永遠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驚喜 周師傅好 家綺好 師傅 今天我們準備什麼樣的驚喜呢 今天準備了稻草炙燒煎魚 稻草啊 稻草可以吃嗎 我們在魚體上面先灑上一些海鹽 稻草是選用屏東產的一個月光米的稻草 那會選用月光米的稻草 是因為他們在種植月光米的時候 會特別用心 那在農藥的使用上呢 也會特別特別的去注意 用這個做法炙燒出來的一個煎魚呢 它會帶上一點點稻草的香氣 那現在淋上的這個是日本的陳醋醬 那用日本得到的一個名產叫做醋菊 去調製而成的 現在灑上的這個呢 也是日本四國的一個萬能蔥 它上面那個陳醋有一點點的酸味 所以把那個味蕾全部打開 整個都梳醒了 之後就是撲鼻而來的稻草香 然後跟那個軟嫩的魚肉搭配起來 好好吃喔 接著準備乾雕立林燒 魚鱗嗎 那可以吃嗎 在魚鱗的這一面呢 需要用到備長炭到非常高溫的一個溫度 去讓魚鱗烤到它立起來 那這個呢也是這一道料理的一個特色 烤出來的魚鱗呢 它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它是可以吃的 而且它的口感呢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酥脆 它的魚鱗真的很酥脆耶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其實魚鱗它有豐富的一個膠原蛋白 其實對於女性的皮膚來講的話呢 是有蠻大的一個功用 哇 吃完之後我又更美了 謝謝 在這裡不僅可以吃到正宗的日式手法 還可以感受到台灣師傅的創新精神 因為選用了台灣在地食材的用心 讓我吃到的每一個都是感到 喜歡我為你介紹的美食嗎 2017台灣美食展 現場有更多異國美食料理 7月21到24 我在世貿醫館 等你一起來品嘗 好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